另外台中位于七旗豪宅的市政夜市 开了三天就被拆 200个摊商一共预缴了将近500万元的租金 惨赔求偿无门 就希望也要求当初招商的业者能够出面负责 但是业者透过律师协商 只愿赔偿三成费用 让许多摊商无法接受 摊商们全挤在律师楼 不满缴了三个月的租金 却只短短经营了三天就被迫喊咖 被称为最短命的夜市 受害摊商一度进怒火 市政夜市当时在寸土寸间的七起热闹开幕 200个摊位一共缴交租金近500万元 没想到赚钱美梦很快就破碎 因为这块地属于住宅用地 怪手毫不留其面强行拆除断水断电 我们事务所才会要求 他至少要提供三成这个租金的金额 看看各位摊商能不能接受 当然摊商可以不接受 可以寻民事行事途径 只愿赔偿三成让摊商实在无法接受 自救会代表已经对当初招商的业者 提出诈欺背信告诉 要讨回大家的血汗钱 中天新闻中部综合报导